我們今天要請大家 您先到OneNote這邊來 OneNote這邊 您進到這邊之後 這是1234-1 有沒有 這是1234-1 所以你在這裡的時候 進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 應該是一個來講三種方法 一個是標準的註冊對不對 你可以用社群帳號 可以用email email的部分 他會寫一封認證器 所以你要去收信 這是最標準的 那麼如果你想要比較簡單的 你就從這裡 網課登錄有一個取得網課代碼 從這邊進來 那剛剛呢 您如果有取得的 你想回家的時候 我要繼續用 那繼續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你的 你在裡面的這些學習紀錄 包括你做的筆記也好 叫做作業 你現在能夠繼續看到 群組的繼續看到 你就在這邊打錄剛剛那個八位數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 馬上就取得這個八位數的代碼 取得這個八位數的代碼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這個部分大小寫 原則上都是小寫跟數字而已 都小寫跟數字 所以你要我了解了 就進來了 好那進來之後呢 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先把你的個人資訊這邊 個人資訊這邊稍微先修改一下 就改成你的信跟名 那剛剛提過 如果你是社群帳號登錄的 那麼這邊改的 只是在OneNote的顯示上 會不一樣而已 不會影響到你原有的那個帳號 好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發現裡面 也沒有三種 事實有兩種 問教有三種 對吧 有單元課程跟群組 那課程的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數位學習平台 除了學校的以外 那這個其實我平常都是用這裡 都是用這裡 今天上課老師是誰 知道嗎 你知道嗎 都你知道 對 這樣很好 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呢 你不小心在這邊 就會看到我的 有沒有 到處都會有我的嘛 這樣可以嗎 這樣如果我再不知道我就 所以我在上面蠻多資料的 蠻多足跡的 好 那你看到這邊呢 這個是課程 就是自我學習的部分 那我們用的是群組 就是類似班級的概念 好 班級的概念 因為在這邊可以更多 所以你就進到群組這裡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發現這邊是看別人的 看別人的 那左邊這邊 也就是說你現在登錄了這個帳號 如果你希望我在公司啦 或者說你自己個人 也要創作一個 就是收集一個 不一定要是完全都是自創的內容 他也可以是什麼 就是你收集網路上的資料 或者是你一般的那個文件 還可以放進去 好 那所以自己的是左手邊這邊的 有沒有 自己也可以建立 所以當你要上我們的課 你是上我的課 所以你是看別人的 你就要找發現這邊 好 那你看到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你會看到第一名 沒有 我剛剛已經 我看一下 好 那你如果剛剛已經同步進來了 你按一下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我們第一個了 有看到了 這樣我們永遠都擺在第一名 因為通常都是上課前在開放 這樣比較不會被擠到後面去 好 那你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加入 有一個加入 所以你就從這邊加入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的群組裡面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呢 除了你在這個所謂的訊息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些公告的資料 對 以後如果你有問題也可以在這裡發問 OK嗎 這裡發訊息不是只有我可以發 你也可以發 我收到我就會跳出來了 可以嗎 我都會收到通知 那我們的所有資料呢 都會放在任務這邊 任務這裡 任務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還有 待會兒要教練習了 今天不能只有空空的就用聽了就好 要動手做 好 要動手做好 所以你往繼續往下走 有沒有我已經放很多東西進來了 對不對 那如果更多的在這裡還有更多 下來還有 好 這次是像這樣 那你只要點開這個幾個單元這個三角形 按一下 有沒有就看到教材內容了 所以待會兒你有空的 先來這裡測驗一下 什麼 要不像狗狗在測驗我 哈哈 這很重要 因為你要先了解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對不對 影片要不要用到照片 幾百萬像素要先知道嘛 第二個 YouTube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欸有一個很奇怪 我發現大家不太知道的 就是當我們在什麼 欸不是這一題 下一題 YouTube這一題 你看我們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你把它播放 聲音不用聽 你看這裡 這個畫質 大家這個數字有沒有看過 有 你一定知道 數字比較大的有沒有 品質比較好對不對 但是 它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影片的寬度 影片的高度 還是其他 你認為是訂有引擎 老是會害你的那一種 有嗎 所以等一下呢 你自己回答看看好不好 你回答完了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提交結果 你就把它送出就好 我們就來看看 大家到底是有嘗試 還是只有看電視而已 這樣OK嗎 好 這樣會不會加入了 所以你先到哪裡 發現裡面的哪一個群組 欸 你找到第一個 把它加入 這樣就可以了 欸我把畫面還給您喔 好 好 好